画面上的这位女士姓明来自江西 是本场调解的申请人 一见到我们的记者 明女士就直接了当地切入主题 我就是想跟她解决 反正大家好最好上 显然明女士是抱着和严先生彻底分开的目的而来的 对此严先生表示她心里也很清楚 原来我是觉得好多东西 我冷冷我折冷 大不了真的离婚了 我都宁愿离婚了 但是我感觉 为什么我这次这么尖急地陪她来 我这个心结打不开 我已经自己到什么地方 我心里面好清楚 严先生显得很矛盾很纠结 一方面想分开就算了 但另一方面却又始终放不下心里的那个结 严先生说 这个心结整整折磨了她两年 我发现冷浪的越多了 对我心里面还更难了 如今严先生再也没办法忍下去了 他表示不管最终和明女士是继续也好 分开也好 这次必须要解开这个心结 哪怕是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么埋藏在严先生心里的那个结究竟是什么呢 当进入调解现场 明女士的一句话爆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 也加深了在场所有人心里的疑惑 我们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既然已经离婚 为何如今还要纠缠在一起 这和严先生反复提到的心结有什么关系 我宁愿把这个财产 我建议社会 我都不愿意给这个这么狠毒的人 我怎么狠毒的 谁狠毒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明女士和严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哪位先来说 我就想好聚好散 离婚 我们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对 因为双方我们是假离婚 不是真的离婚 现在的要求是彻底分开 对 还有什么牵连吗 就是财产嘛 所以今天是来谈分手 怎么个分法的 对对对 严先生的诉求 从我内心来讲 我一直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你们办完离婚到现在有多长时间这样在一起生活 到现在差不多两年多一点点了吧 这两年多来关于再分开这个问题是一直在讨论呢 还是一直过得还可以呢 反正没有吵架的时候就还还像正常人一样吧 但是我的感觉是 我没有好像是身心事意要分开这样 但是我感觉他有些做法 就不一样了 假离婚有点好像 变成他想 实实在在的离婚一样 当初明明约定好的是假离婚 如今前妻却玩真的了 严先生心里有点没谱了 因为他从未想过要和前妻真正的分开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两年前还会来假离婚这么一出呢 我当时来这么一出也是我曾经犯的错吧 所以保护这个家庭的一种考虑 所以我那时候我签字的时候 我是净身出户 把这个厂啊 把这所有的东西 反正都写在我老婆名下 什么都没有 原来严先生在2014年因为赌博被人骗 欠下了巨额外债 当时为了保全妻儿 保全这个家 严先生想到了假离婚 把家里所有的财产 包括他和前妻共同经营起来的家具厂 全部都写在了前妻的名下 自己净身出户 当时本想等风波过去之后再复婚的 可严先生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向前妻明女士提出复婚时 前妻居然不答应了 那个风波平息之后嘛 我曾经我也要求过他 我提出过 但是他没有答应 因为之前我们结婚08年结婚到现在都是打打闹闹过来的 因为我们性格 人生观念 然后价值观 爱好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之前也提过好多次离婚 那换句话说就是 不管是有没有半假离婚 你跟他的问题始终都还存在 对 从结婚到现在都有的 能告诉我们你跟他的问题 或者说严先生的问题是什么吗 他反正就是这样子嘛 没有责任心 也不顾家 我们08年结婚 我08年生我儿子 我坐月子 他一样到外面去赌 我儿子18天肺炎 我们住院 他也一样到外面去赌 到了09年他又赌 赌得更厉害 输了一百多万 09年没有钱了 到10年我们就开始办场 10年 12年 13年 就那三年就比较本分 就在家里就是说 就是吃苦耐劳的 就是很勤干的在干 然后但是到了03年下半年 他一样会打老夫妻 到了14年的话就 刚才讲的更同伙伙 给人家借了90万 9年这个 对 这两年多呢 一样的 14年我怀孕了 怀孕了告诉他 就说叫他不要去外面赌了 我怀孕了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说很有钱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事业 不用去靠赌 外面的赌来挣饭吃 对不对 我就说好好的在家里干 他不愿意 他还是一样到外面去赌 我们厂几十个人 都是里里外外 我要守门市 然后厂里进卧出货 都是我 就是有老公没老公一样 这几年的话 一年360天 他就出了200天到300天 全部在外面赌啊 然后讲几句话的话呢 就发脾气 打了摔东西 家里那个电视机 就已经刷了两步了 那个卫生门的门也打烂了 除了他有这个赌博 这个恶习之外 就平常生活当中 你们两个人的日子过 生活也不一样 比如说他爱抽烟 我最讨厌抽的人 比如说就在车上 都几次了 我说这个不要抽这个烟 关注这个车门 兄弟我的眼睛都掉眼泪 他一样照抽 他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还有在家里 他是要晚睡的 我是要早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读书 我要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他不是的 他要两三点 他要看着电视睡觉 然后把电视又打得大声 我不得不问一下你 在你们所谓的假离婚之前 这些年并没有走到 真正的分开那一步 对不对 对 现在对于严先生来讲 他会觉得 哦 办了一次离婚 你就真的离婚 我这次我没有一样 这是他心里的作用 那为什么在这之前 你都没有真正的 跟他提过离婚 而今天 要就是他对家庭负责 然后呢 对我也好一点的话呢 我也不想 可以理解为就是 如果在那次手续办完了 他能够跟以前 有所改变的话 对对对对 你是不愿意走到这 我觉得他好的东西 说的有点离谱了 太夸张了一点 那我哪里离谱了 你可以讲 你告诉大家 他所说的赌是存在的吗 我跟你讲 其实这个赌 是我犯的错 我不会去 去好像是不成论一样 但是我去年 我也表现了 没赌啊 我认认真正地 做了一件事 我整个人彻底变了 严先生坦言 自己曾经是犯过错 但是经历了那次教训之后 自己已经慢慢地在改变了 反倒是前妻的一些做法 让他有些看不懂了 也让他没法接受 没有家的感觉 本身买房子的时候 等于是完全弄好了 突然间跟我讲 就按我们干狼的风俗习惯 要过火嘛 房子等于已经能住了 我才知道 有这么房子 这一块在我市 按正常来讲 买的房子应该是很高兴的 一件事情 但是我 突然叫我进去 说过火的时候 我整个人傻傻的 闷的 这么大件事情 现在房子弄好 突然间跟我讲 要过火了 这个房子已经弄好了 我先问一下 这房子是谁的名字 我的名字 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他09年不是输了100多万吗 我就不想让他知道 家里有钱 他只要口袋里有钱 他就要去把它拜卦 你认不认口 这几年来 创业赚的钱 是不是我们共同的努力 创造的 是共同努力创造的 买这个东西 任何东西 而且是这么大件 买铺面 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 你不跟你的老公 知会一生 这起码的 生存都没有 通宿 不要讲 跟我通过气 他都是买下的时候 哪个店面买在哪个位置 都是我在 算我这个厂里 那个经济账 才知道 而且是一人在 在买一个店面 又不跟我讲 等到我上这个厂里的账的时候 是问这个钱在哪里的 他又讲 突然间又冒出来 买了一个店面 跟他表达了 我都不愉快 不舒服 但是他还是这样 一人在 在买上 不是因为你好赌啊 你在外面 借那么多钱 你怎么没智慧 你不要因为你拿这个 为借口来 处处来压 这么问你 你把钱拿去买店铺也好 买房子也好的 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说 这个钱不要败光了 不要给他赌光了 我就买个实体的东西 我那个东西就还在那里 我们一家老小 就不会是说 到以后 没有放置 如果提前告知他 比如说 我准备去买什么了 这个不可以吗 我不想告诉他 因为他知道有钱的话 他就得瑟 调节到这儿 我们大概也能看明白 明女士对自己这位前夫 已经没法相信 可在严先生看来 自己当初充分相信前妻 也是为了保护妻儿 才选择了净身出户 如今自己已经做出改变了 前妻不但不信任自己 还拿着两人共同赚的钱 去秘密置办家产 而且这家产和自己 没有半毛钱关系 严先生想到这一点 就没法咽下这口气 由此在他心里 也就有了一个结 调节现场 他反复提起尊重二字 就这一点 观察席中的王志川老师 突然想要和严先生交流起居 严先生我跟你交流一下 家业是靠你拼搏 才能得来 绝对不是靠你躲搏 才能迎来 所以说 这个人生的经验 应该是比较惨痛的 但是尽管人生的经验惨痛 它是一种财富 既然有了财富以后 你怎么去珍惜 目前来看 你并没有完全地去 根除你的赌博恶习 至少你的前妻 她还是不能信你 赌博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无形的尖刀 专挑你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下手 你喜欢家庭吗 破坏 你喜欢婚姻吗 肢解 所以如果你能够彻底 跟出你的赌博恶习 我想至少你能迎来你人生的尊严 一个人的尊严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观察员王志川提醒着袁先生 尊重不是求别人给的 而是靠自己赢得的 对此 袁先生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表示 自己确实是这么做的 可到头来 前妻对自己的态度 依旧没有改变 其实那个赌在我心里面 其实我可以讲 真正的 我感觉我自己真正成长的 也就是在今年 但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结果呢 我还是一样得不到尊重 袁先生说 从今年开始 他已经没有再沾沾赌博了 而是将自己200%的心思 都放在了工作上 他凭借自身的努力 陆陆续续 在原来一个工厂的基础上 又另开展三个项目 现在急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 前妻不但牢牢拽着钱不给 而且连一句支持的话也没有 你既然你不愿意拿钱出来 你不要再阻止我了 我有这个能力 你想一下 就是在座的各位老师 就是做生意 有没有能一个 一年发展三个项目 发展三个项目 你是对于他这种盲目投资 你觉得不应该 还是你觉得他可能拿钱 会去做别的 我觉得盲目投资 他今年是比较少去赌 是真正正在做事 但真正正做事 没有比我年产生更多的效益 也就是说 这是盲目的投资 他赌 那更不行 他不赌 你对他也是不放心的 对 哪有做生意 是这样子做的 就包括我现在 原来那个厂 已经四个厂了 一年哪有那么多钱的资金 去这样子去投 那你就会照着 整个资金链都断掉 那你这样过日子 那不就是等于 每天都处在防火防盗 防老公的这种感觉里面 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那我们每天就是在吵 就他所谓的我盲目投资 主持人我这么跟你讲吧 我今年所办的这几个厂 这几个项目 你问他 我有没有在他身上拿到一分钱 那是我真正是我一个人干起来的 他是靠借钱 一分五的利息 两分钱的利息 然后靠我原来的那个厂 全部把那个厂的资金 投到那另外三个厂去 我原来这个厂 我好的一年 我赚一百多万 要么这样讲 我也还有生意上的朋友 还有我这些兄弟姐妹 都看得到的 我跟你讲一个 真实的例子 我亲大姐 我原来没钱的时候 我借三万块钱 刚开始办家机场的时候 我要把我的小轿车 放到他那里 而且还要上两分钱的利息 八分钱的利息 当时现在呢 我要钱投资 我打个电话 十万二十万 他立马给我打过来 难道我的改变 我大姐看不到吗 这是你用你的能力 向别人证明吗 向别人证明 我是不是在盲目 他为什么会这么不信任你 在我这想法来讲 我是觉得 我自己另外搞了几个厂 他已经没办法 从经济上把控我了 他心里面已经不爽了 是这个原因 严先生 现在比如说 你自己去投资 去做别的 你是要脱离他的控制 我不是说 要脱离他的控制 我要 是要证明给他看 证明我做生意 做事 我绝对这个能力 掩在你之上 因为你从前这个厂 你老感觉是你的功劳 那么我认了 前面上这个家机场 赚了所有的钱 全部给你 我成头再来 原本离婚之后 严先生和明女士 一直还是共同经营着家具厂 而且经营的还不错 但明女士就是不相信 严先生能够洗心革面 积极上进 这让严先生一气之下 在今年四月份 提出和明女士经济分家 四月份开始 我是感觉我去年这样改变 还换不来她的愣口 所以我跟今年提出来 我们经济上分家 所谓经济分家是什么呢 这个家具厂 全部是我来经营 她负责销售 我负责生产 以合伙的关系存在了 就等于合伙做生意一样吧 我说原来这个钱 赚到的钱 全部写你的名下 这些钱都是我个人名下 严先生向前妻郑重声明 今年之前的所有固定资产 以及工厂的利润 全部给女房 从此各挣各的钱 她在外的债务 由她个人承担 和名语是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就算严先生表了如此大的决心 却依旧遭到了前妻名女士的拒绝 都是说没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到时候她没钱 不是一样要找我 她都是好野蛮啊 这种的 一讲起来 一讲了 讲了两句话 三句话就发脾气 发脾气就打了 然后就杀东西 即便严先生用势力证明 自己已经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即便她许下承诺 由她自己来承担所有责任 名女士似乎对自己这位前夫 始终没法相信 没法认可 她的这个态度 不免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也瞬间 被主持人张婷给抛了出来 比如说我能理解 你心里有担忧 因为有过去的阴影在 对吧 有过去的阴影 可是刚才严先生表达的就是 至少这一年来 她在很努力的去改变从前的那种形象 她努力是在努力 现在对于你来讲 不会让你去考虑复婚这件事情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比如说你担心 严先生对家庭不够负责任 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上面一个儿子 她儿子也有房 你也不相信是不是 对我也不相信 原来严先生在和明女士结婚之前 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并且还和前妻有个儿子 明女士说 如今严先生的这个大儿子 已经成年 即将要成家立业 最主要的是 这个儿子也有些不太懂事 会花钱 所以为了避免今后 在财产上可能出现的麻烦 明女士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彻底和前夫分开 那现在彻底分开了 他怎么投资跟我没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彻底分开 那怎么跟我没关系了 大儿子就是我这个雕花场 现在是我大儿子在运作 经营 我全部放手给他了 之前我大儿子是不怎么听话 但是通过今年 他去习州 打工不是两千块钱一个月 发那个借仓 一生都等于是体悟完肤吧 我小孩子拍那个照片给我 叫我打钱过去 那时候我是很下心来的 我说不打 既然出了社会 你去打工了 你该对自己负责了 那时候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 他回来了 但是也正因为这次回来 他有所改变 比原来更听话了 如果说这个大儿子 也不用去担心他了 然后你自己这边呢 这个不好的习惯 也慢慢改了 自己的能力也逐步增强 经济这方面也越来越好了 那为什么对于你来讲 从内心深处 还是希望我们能跟他复活 在经济方面 你也可以不用依靠他的 为什么呢 怎么样讲呢 讲就就 人不要讲违心的话 跟他生的那个大小孩 都现在都九岁 都二年纪了 你说一点 没有一点感情 那是说瞎话 你就是说你舍不得是吗 肯定有点舍不得 我自知之中 我没有想到 他是来得这么节节 但是经常来得这么节节 等于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我不伤心 不伤心 反而觉得我也能解脱 因为我跟你讲 我原来为这个家 我也冷浪了好多好多 就是二你说的 买所有的东西 可以把你不当老公 把你不当能存在 不给你智慧 你那个时候 而且是上百万的东西 严先生你那个时候 劝自己能忍让下来 是为了什么 是我是为了 我能有一天 我是体现 我真正 这个钱 还是靠我有本事 你想表达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证实了 我没有你的任何爸妈 我现在一个一个厂 绑起来 而且一个一个厂 顺风顺水地在运作 这是他自己 现在我自己已经拳大了 所以说你就是 我只要证明了这一点 你想离开 我只会这么想 那是你的审视 从今天开始 我已经看出了 你这个能 只能说到此为止 那今天如果要谈分手的话 这个财产 你觉得应该怎么 这个财产怎么样讲呢 如果真正的分手 只要是我的孩子 真正确切能够得得到 啥都给他 我不要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那怎么叫做 全部给孩子 在你一看来 怎么叫做 就真真切切地给孩子们 全部写到孩子名下 孩子名下 面对前妻的决绝 严谊先生一改之前的诉求 表示同意分开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所有财产 必须全部过户到 他和明女士的两个孩子名下 对此 明女士会如何回应呢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那就证明你心里有鬼啊 而且那个 我还有几个店面都在按紧 怎么能过付呢 你心坏了 那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共同创造的财产 咱们平分 我宁愿把这个财产 我建议社会 我都不愿意给这个 这么狠毒的人 我怎么狠毒了 是谁狠毒 严先生对于前妻的态度 是非常的气愤 调节到这儿 他之前提到的心结 不但没有打开 反而更加的错综复杂 如今他直接撂下话 让这前妻把之前所有的财产 都拿出来 两人平分 那么他的这个主张 能否在法律上得到支持呢 没有假离婚 无论你们当时 现在的心态如何 只要经过登记 生效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 就意味着你们的婚姻关系 依法已经解除了 第二个 二位离婚之后 共同生活 同居 共同生活 本身不违法 共同生活 同居期间 如果共同经营 共同投资 产生了收益 利润 这个收益和利润 属于你们二人的共有财产 但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是你们的共有财产 如果其中一方 拿去购买了其他的财产 如店铺房产 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这个店铺和房产 属于这一方离婚之后的个人财产 因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以公事登记为准 登记在谁的名下 就是谁的 但是 如果其他一方 能够证明 对方用于购买这些房产 店铺和汽车的资金来源 是双方同居期间 共同经营的收益 那就意味着 这一方是用共同财产 购置了自己的个人物品 他应当对另一方 做出相应的补偿 甚至是赔偿 虽然严先生要求 评分财产的诉求 在法律上很难得到支持 但调解到这儿 我们都看得出来 严先生无非就是想要前妻 对自己的一个认可而已 接下来调解员胡建云 想要提醒严先生 放狠话是于事无补的 想要挽回前妻的心 还是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当时你们离婚 从客观前提上来讲 其实是有无奈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 那你严先生很难受的事情 就是民女士为什么不肯复婚 一个方面我们这样看 我觉得民女士 现在在处理你们两人关系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对事不对人 就是她虽然对你人 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目前来讲 她并不是针对要远离你 她现在是远离你带来的 你后面的一堆的事情 她想做一个分口 所以她想退出 这么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和她认为已经看见了的风险 这是一个考虑 再一个严先生是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很有意思 就是当初你坏的时候 是随着你的性子来的 现在你变好了 也是随着你的性子来的 就是不管你变好和变坏 基本上来讲 都是按照你的个性 对对 在做事情 当初想玩的时候 就去玩 你回去玩 现在我变好了 那是我要按我的性子 我要多个项目 同时推进 也是按照你的节奏 对 所以对于美女士来讲 同样难以适应 另外一个方面 我观察到呢 你们俩之间有一种 说不清楚的感情联系 就是你们俩 是那一种 更适合做伙伴 但不适合当夫妻的 这么一种亲情关系 那我分析完这一些 其实两位可以去想一下 就是你们可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又保持这么一种 特殊状态 现实关系 又远又近 似有又无 然后不愿意 再次进入到婚姻 来避免 大家不愿意 接受的现实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摆在你们面前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真的是 切割好财产 约定好互动的方式 包括怎么样 共同来找两个孩子 来寻找到 将来有没有可能 再次踩准你们的脚步 走到一起 所以很明显 当前你们要恢复为 之前的婚姻状态 确实那到时候 但是我认为 也不要变成仇怨 更不要因为切割财产 把双方的事业 和生活的安宁都毁掉 女女士和严先生 我刚才在一个问题上 一直没想明白 我现在慢慢慢慢地 试图去想明白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严先生 刚才说了 如果说出于她的 曾经对自己 犯过的一些错的内疚也好 出于对你们这段 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感情的 这种珍惜和维护也好 她愿意把所有的 之前的财产 还有工厂 包括您自己 买购买的店铺 都写在 您和她的孩子的名下 她没有意见 可是却被我们的 民女士一口否决了 您当时给我们的 一个理由是按揭 说孩子这么小 我个人认为 这不是一个理由 这背后的隐忧有两个 一个隐忧是严先生本人 在您的眼中 他始终不是一个 很靠谱的男人 所以他没有给你 带来过任何充足的安全感 第二 他的大儿子 因为您很清楚 在这种财务关系上 完全撇开 血缘关系是不现实的 他大儿子也不靠谱 所以我才说 这个钱 放在谁手上都不放心 是因为 这背后这两个男人 给了你巨大的这种压力感 和不安全感 所以只有牢牢地 把他自己手上 才放心 这是我要说的 您身上的第一个特质 第二个特质是 您有一些私心 这些私心 说句真心话 不应该放在一个 和身边的这个男人 有过这么多年 婚姻共同经历的女人身上 除非他让您失望透顶 除非他让您伤得够深 除非您自己 已经想好了退路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受到过伤害的人 会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 一个人内心 还是要保持着 一个一份纯洁和善良 而不仅仅是 因为别人的不善待 把自己变成一个 冷酷的 自私的 完全包裹起来的人 林女士 我们也非常理解你 同情你 你在那段婚姻当中的挣扎 难受还有承受的心酸和委屈 但是你一直在举着 他曾经犯过的错 举着这根道德大棒 在棒喝着 我不懂得经商 我没有经过商 我不知道一年投资三个项目 是不是商场的大计 但是我听到了你的一句话 你说他今年赚的 还没有以前多呢 你在用钱的多少来衡量 他是否是成功还是失败 你却没有看到 他的今年和以往的改变 我觉得你可能适当地 要调整一下 你看问题的一些角度 和思维的方式 当一个人 他在改变 他在向善的时候 不要说你是他 一起生活的人 哪怕是外人 我们都会给他 一个鼓励的眼神 因为我们愿意看到他变好 他从来没有 有很多人常常说 离婚证 不代表什么 结婚证也不代表什么 只要有爱就可以 这恰恰是错误 因为这个证代表着 一种关系的归属 和身份角色的确定 当这种身份角色 一旦发生改变的时候 人的相应而来的心理位置 就会发生改变 为什么女方会瞒着你 可以不告知你 去把这个店面买了呢 因为从办了离婚证那天开始 她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就松动了 对你的这种依赖性 因为法律给了她空间 而且接下来发现 真的问题呈现的时候 她也可以理直气壮 因为这种身份角色 让她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话 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瞧这张离婚证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位置 摆放规则 那这时候女性在内心深处 就会重新来审视关系 来思考 权衡这个人 是不是值得我接下来还接受 所以这种松动是很可怕的 那么要弥补这种松动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要把原来的那些否定因素 要削弱或者消除 所以先生 只有你们放下这份争吵 和觉得自己是有理由的 真正正正去审视一下 你们现在的这种 你才能够去思考 接下来你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包括女士也是如此 为什么今天你会如此的不屑的 或者是说毫不在意对方的愤怒 是因为你拿到了那一纸证明 并且那一纸证明的约定是对你有利的 那么真的有利吗 我们常常说 千万不要刺激你身边的 那个跟你约定的人 因为每一次的对约定的破坏 往往就是一种愤怒的叠加 叠加性的愤怒会带来攻击行为 你看他接受到了你的否定的时候 他是不断的去寻求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他的攻击性一定是向外指向的 所以女士我要劝你要慎重一点 不管当初你的约定对你如何的有利 如果你真的决定分离 那么你要慎重的对待你 长久以来在他心中叠加的愤怒 只有这样 我们看清楚了相互坐着面前的人 他的心理他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一个理智的行为来修通 来商议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理解和解决 调解员和观察员们都提醒 严先生和明女士在做出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密室环节中观察员廖喜玉把两人交到了一起 你的前妻我确实理解他 这是我说起心里话 他需要安全感 我确实已经在改变了 确实已经在改变了 不认可你还给你泼冷水是吧 我有改变的东西 他没看到 误不到他的帐上 严先生一再提及 妻子对自己的不认可是自己最难接受的 但一旁的明女士紧接着谈到 根本不是不认可 是单纯讲这三个项目就是存在问题 这个帐幕都很多漏洞的 他哪里有时间在厂里守着 包括他现在做的那个料子厂 一样是哪里有什么单位 那他做什么 有什么做 整天在那里那么辛苦做 好 来办我来问一下你 现在目前你不是说你投了三个厂子是吧 你看到他对你的担心你听到了没有 他不是说怎么 他也没有否认你的能力 但是他觉得你的心 你的精力分得太散了 他所想的都是为了这个家好 也是为了你好 又是什么事你要跟他商量 问题是我觉得我不是服务 为了规避风险 难道我给你提个意见好吧 通过这次调节回去以后 你带着他 比如说这三个厂子 带着他一个一个的项目 给他讲清楚 你给他看他自己就会明白 好啊 但是我是在赌系 我是不愿意给他看是什么 因为我心经苦苦见解这个时候 他没有获得他一点支持 他反而拍我的冷水 我不想给他看 谈到这里 严先生现在有些不太成熟了 一方面要求前妻能够认可他 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原因就是心里对前妻还堵着一口气 观察员廖喜玉 耐心的开刀起了他 南方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成熟 你在给他赌气 他是什么人啊 他是你孩子的亲妈 两个孩子的亲妈 你给他赌什么气 男的肚子要撑个船 要有气量 要有度量 你的能力 我跟你讲廖大姐 我的肚子是撑的是寒坑母舰快撑爆了 我有改变了东西 他没看到 路不到他的帐上 那你疼了他不 好女人是男人疼出来的 好男人是女人夸出来的 前提你要疼他 观察员廖喜玉一再向严先生强调 想要得到前妻的认可 必须要让他感到安心 不能做任何事情 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去 要知道前妻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同时观察员廖喜玉 也希望明女士 能够多给前夫一些鼓励 我想告诉你一方 我是理解你的做法和想法的 当然这个男人身上是有恶心 你只要发现他在改 有些事情我就尊重他 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这样的 这次回去 把你那个三个项目 带着他去考察 你同意吗 你们两个能达成共识以后 再做决定可以吗 你看他点头了 密室调解还算顺利 那么当回到调解现场 双方会以怎样一种方式 来面对彼此呢 两位脸上都有笑容 谈好了 什么结果呀 维系吧慢慢模糊 这个结果是你想要的对吧 还不 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一份理解和尊重 大概名女是这边 我希望就是这样子 以后吵架呢 不要一吵架就摔东西 或者是骂人 反正有什么嘛 就要大家好好的沟通嘛 然后对家人多一点关心 跟体贴嘛 她刚才所说的 想要的理解与尊重 你怎么看 我希望她自己首先要证明自己 做事情要晚当一点 再不回去以后 直接她打算是什么 接下来就看 先带她去看一下这几个场 看考察一下 看要不要一起坐下去 明女是怎么想的 也是先回去看一下吧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就是 生活习惯上 性格上还有很多东西 还是那个需要去模糊 那就还是那样的 就是保持相对稳定的 比较有亲情的关系 然后努力寻找共同点 是这个意思吗 两位 然后再在未来 看还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可以这样理解吧 若是这样的话 那很简单 那就给你们两个提个建议 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建议明女士呢 确实在说话的时候 提建议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一下 她有一个积极性的东西 她是一个愿意积极干事情的人 严先生的话 我的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要听得尽建议 做事情显得不仅是 从以往的有点随意 变成现在积极 下一步还要变得更加的稳重 我想这一点 你现在应该 已经有了各种经验教学 好 那就看你们两个 接下来怎么走 虽然严先生最后 还是没有得到 她想要的那一句认可 但至少两人之间 有了一个平等沟通的机会 调解末尾 严先生主动拉起了前妻的手 表示还有话想和前妻说说 可以吗 我可以用我家里的话 可以 可以 但我希望你 最后我给你一个 你两个都给你一个 成功的东西 严先生非常真诚地 向前妻表达着什么 虽然我们听不懂 但至少可以看得出 两个人之间的信质 正在慢慢地重新建立 其实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之前 首先自己要认可自己 自己要相信自己 每个人都会犯错 关键还是看你改错的决心 今天我们在严先生身上 看到了这个决心 我们也希望 明女士能够从过去的阴影中 走出来 重新看待身边的这个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